明天就是冬至了 传统习俗呢 冬至一定要吃一碗汤圆 台北市万华有一家60年老字号的汤圆店 每到了冬至就大排长龙 顾客呢都甘愿顶着寒风来排队 喂的就是要吃这么一口传统的老滋味 老板娘制作汤圆的时候呢 还会加入一位家传的秘方 尽管呢这是耗食又费工哦 但是你看到这做出来的营业呢 就更加的粘稠又嫩Q 所以呢吸引了好多过客一再上门 也成为网友力推的 全台湾排名前三大的必吃甜品 必老钻 不需要人家什么东西 就好吃了啦 60年汤圆老店一入冬 人气就像锅里大小汤圆羞滚滚 在黑糖红豆汤花生汤加持下 喝上一口寒气立刻被逼退 就有老顾客形容 喝下这碗甜汤 汤圆Q又滑嫩 像是在嘴巴里跳舞 都是老祖国 那年年车都是比较高 我都吃三十个年五十年 因为我们的店有七十年 都吃有九十年 都变成朋友了 老板娘吴蓉美是汤圆老店 第二代接班员 家族兵团在她领军下 因为推称出新 而赢得网友票选 全台十大冬至必吃汤圆第三名 黄金麻糬 就是她老爹包起司 那起司就有一点咸咸 然后搭配这个花生 很高那麻糬 我放在蜜汁里面弄 就吃起来就甜甜咸咸 其实非常搭非常好吃 很多年轻人都好爱 但她强调 不管汤圆以什么姿态呈现 红的白的大的小的 或是包馅的 最重要的还是那一份 最基本的做工 将糯米打成浆脱干后 就形成所谓的龟翠 其实龟翠就可以直接揉出汤圆 但老爹认为 美味应该是慢慢堆叠而起的工艺 原来老一辈传承下来 好吃的汤圆就该在龟翠里 再加入已经煮过水的白姆 但许多店家早就放弃 这么麻烦的做法 以前我爸做的那时候很忙 早上一大早去玩 早上很忙回来 没什么时间教我们功课好不好 所以我都不及格 没有啦开玩笑 所以我自己不爱读书 家里大掌柜杨老板 这半年来因为绞伤 没能在厨房亲自操作 小儿子杨一鸣从国外回来 顺势就加入戳汤圆行列 现在冬至又要到了 我真的快吐血了 高雄吓死人了 我们没有遇过这样 因为客人都排到对面供出去 所以我都跟朋友讲说冬至不要来拜托 就忙忙做做不出来 那经常就 76年次的杨一鸣 澳洲打工回台湾后 才知道在外工作并不是想象中的容易 尤其起心低 让他甘愿再累 还是回家吃家里 外面大家工作的 你那个20多K 不然就算好一点的朋友 3 40K 其实我觉得没有做生意来得好 没有 我有给他恐吓 我说你不来做的话 我跟爸爸已经年纪很大了 我们要退休了 水煮过的板母就像是浆糊 有着黏着功能 和龟翠相加 就能让苍原更加Q弹 也就因为不放弃传统 因此常过的人逢云过节 一定会再度来这报到 老板娘回忆 以前小汤圆都是纯手工搓出来的 但现在量实在太大 在被料一切就绪后 搓的动作也只能拜脱机器了 老店的甜汤 其实早在日治时代就开卖 当时公公被征召到南洋当军夫 婆婆为了养家 每天就从板桥坐着渡船 来到繁荣的蒙甲龙山寺 洗礼摆摊 麦琪各式自己做的 敏面制品 这十多种精神工品 老到有的都快失传了 这个上面有一很多钱 这个古早的人叫金贵 这有一个小汤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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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如果说要求职 人家说出顶出顶 有人就拜这个 这有小的银跟大银 人家说拜银才会大贪钱 大银小银都要贪 他又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 人家说世事圆满的意思 过去是蹲在地上卖 手艺获得认同后 一点一滴累积起财力 终于现在烙脚在店面里 也吸引越来越多人潮继续靠拢 花生油炒过的花生 再用炖锅煮到软烂 像是粥的花生汤 老涛都知道要加根油条或者吃 而浓郁的红豆汤也大有询问 我感觉用黄糖都炒了 很有香味 而且我那个黑糖 我要下去加之前 我都说稍微炒一下 炒完的那个会不会出味 黑糖炒一炒 这个炒要红豆汤 所以我们红豆汤吃的 都有一个红豆汤的味道 至于常年热销的手搓芝麻汤圆 甜味香气之中 倒是存在着母子间的旗舰 一个习惯以手当棒秤 一个要规格化 就是SOP嘛 我告诉你 我自己捏我都随性捏 可是我抓起来的数量 几乎是 它很准 是它很准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规格化 你们为了这个也吵架 吵过 因为他讲不听啊 就跟他说要秤他就不要 你看就像现在这样 我如果一个大一个想要入地步 外人眼里 熊滚滚的Q弹热汤语言 已经是冬日里最上层的享受 但杨毅明心里默许 有天他还要把老爸的聪明翠元 发扬光大 让外界尝到没有食安一律的脆滋味 你现在在路上看到他们脆的 都只是这样Q不会脆 因为我爸的头脑有时候不知道装什么 他有时候会想到一些很神奇的东西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